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台前同样集结了大批观众 这次日本著名厂商KONAMI公司并没有带来自己的游戏产品 但公司的高层人士还是发布了一些关于PS2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新消息 这次索尼展台上日本光荣的最新网络大作 信长之野望网络版是非常让人期待的一款游戏 在PS2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 光荣公司将会推出多款让中国玩家兴奋不已的大作 日本厂商无疑在电视游戏方面 占据着绝对的领先地位 但在近年来兴起的手机游戏上 韩国厂商具有很高的水平 这次就有很多韩国软件公司联合参展 他们带来了很多运行在彩屏手机上的游戏 通过下载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玩各种种趣的游戏 PS2手机游戏这些各剧特色的娱乐方式 带给玩家们越来越多的选择 除此之外 竞技游戏也是网络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博览会的现场 CS爱好者们纷纷上阵 展示自己的高超技术 这次由文化部和国务院信心化办公室主办的 首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 虽然规模并不很大 但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种网上娱乐形式的交融 同时也让我们更期待下一届博览会的到来 10月30日 全球图形处理解决方案 NVIDIA公司宣布全球各地众多领先显卡和PC制造商 已推出基于NVIDIA最新推出的 GeForce TM FX5700和GeForce FX5950图形芯片系统 NVIDIA公司表示 GeForce FX5950 GeForce TM FX5700 GeForce TM FX5200 是分别面向高中低端市场的高档图形芯片 新款图形芯片可为游戏发烧友和主流PC市场 带来前所未有的图形处理能力 结合公司最新推出的 雷管50图形驱动同序 可在当今最热门的PC游戏中 实现出类拔碎的图像质量和影院级的视觉效果 例如半条命2 毁灭战旨3 基于该系列芯片的显卡将在近期上市 好了 在看过了这段游戏资讯之后呢 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玩家呢 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同进入CS全明星周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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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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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面前的这五位小伙子呢就是大名鼎鼎的SK战队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他们之后的第一的印象是什么 给我的感觉呢非常的年轻 而且呢个子也是很高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说中文 但是呢在你们走进演播室之前啊 我们的现场的观众呢 已经是学会了用瑞典语来问候你们 好 接下来让我们来首先听听我们现场的观众 用瑞典语来问候你们 让我来倒地时啊 三 二 一 开始 怎么样 发音标准吗 他们只待了 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学会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 在中国已经是待了一天了 不知道一句中文的问候语都没有学会吗 我没有听清楚 大点事好吗 谢谢你 谢谢你 那其实呢我想呢很多的玩家呢 大家对你们的名气呢已经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呢其实很难把爱地名和你们的样子能够联系在一起 那么呢接下来就想请各位呢用简短的一句话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嗨 my name is Abdi Samad Mohamed and I'm 70 years old and my nickname is C.S.I.S.P.A.N. Hello I'm Emil Christensen I'm 19 years old and my nickname is Hidden My name is Tommy Ingemarsson and I'm 23 years old and my nickname is Padi Padi My name is Michael Korduner my nickname is All and I'm 19 years old and my name is Chris D.E.S.P.A.N. My name is Chris D.E.R.I.S.P.A.N. my nickname is Fisker and I'm 19 years old as well mmm 看完了 这五位年龄最大的是23岁 年龄最小的是17岁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让我们来看看SK战队 在我们中国的CS玩家心目中的印象是如何的 知道 是那个瑞典那个SK战队吗 我早就知道 我以前知道3D和SK的那个经典决战 然后就知道3D和SK 知道 今天不是今年的WCD总冠军吧 3S 我最喜欢黑腿 最喜欢Potty Bot 那当然是黑腿 我比较喜欢Face or Potty 然后再是六七岁 每人都一张 每人都一张 全部他们 因为他们集体才叫SK 我想问一下黑腿 就是说他认为他们SK战队当中五个人 谁的枪法最棒 我想问一下Potty 您觉得中国女孩算了还是瑞典女孩算了 我就想问一下Face or 他平时除了玩SK之外还玩什么别的游戏 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加入SK的 我问他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中国 好了我们的这些玩家们实际上也是给你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是提给Hiton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SK战队中五个人 谁的枪法最准 他说非常难选择 说谁很想好 他们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各个都是神枪手 那谁的枪法最不准呢 好了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提给Potty的 他认为这个问题呢就是 你觉得中国女孩子漂亮还是瑞典女孩子漂亮 他说瑞典女孩和中国女孩都很漂亮 但是他非常喜欢中国女孩 回答的满意吗 下一个问题是提给Face or的 说平时除了玩CS之外还玩哪些别的游戏呢 可能不是WK3啊 可能不是WK3啊 他说他没有什么更多的时间去玩别的东西 主要就是还是玩这个CS 那每天花在CS上的时间是多少呢 每天五个小时差不多 每天五个小时 好了我想可能对于我们的玩家来说呢 大家不想更多的听他们回答问题 可能更想呢来看看他们的水平到底有多高 看看他们现场的表演是不是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客人已经到了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主人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比赛呢 是SK战队和我们的中国全明星队的一个比赛 那么我们来自中国全明星队的这个阵容呢 是来自中国最好的CS战队中挑选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有请这些成员好吗 来自Rainbow战队的Sanacetix 来自Suzay战队的Y 来自Suzay战队的Laisy 来自Estar战队的Fixor 以及来自前ChinaV战队的CJ 觉得SK是名副其实世界第一 他们给我的压力挺大的 但是我想我会经自己战努力去配合 另外四个队友搭到这个比赛 今天能与SK这样一个 梦幻班的战队交手感觉非常的荣幸 我们会打出自己中国全明星队的特色 SK这次战队在我印象中 是世界最顶尖的一支战队 能与他们交手非常荣幸 希望在比赛中能够获胜 能够他们比赛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也争取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能够他们好好打一场比赛 今天能够和世界第一 SK战队交手是 我觉得感觉很开心 这是全国CS选手的一个梦想 我会经历打好这次比赛 谢谢 SK战队交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的身边的一边站着世界最好的CS战队 一边站的是中国可以说最好的CS的队员 我们的这些SK战队的球员他们的转身到底有多快 他们的枪法到底有多准 稍后将会一键分销 我们的客人已经是来了很长时间一直在站的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客人和我们的主人先落座好不好 给我的感觉我们的这些客人 来自SK战队的这些成员好像是不大善于言辞 看来他们真正厉害的就是在比赛当中 在实战当中来表达自己 好了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的是今天比赛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都知道CS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比试 就是比试谁的枪法要更准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比赛就叫做对居比赛 我们从两个战队当中将会各挑选一名神枪手 那么每一个神枪手将会在比赛当中使用狙击步枪 那么看看他们谁的枪法会更准 那么首先看看我们中国全明星队选出的是 他已经做好了 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 你是咱们全明星队枪法最准的吗 不是吧 你知道对手SK他们枪法最准的是谁吗 我比较欣赏的是黑腾 还有Porty 他们应该是SK的元老 但是枪法来说 他们五个应该都差不了多少了 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比赛之前 我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 我看到很多玩家的这个发表的言论 大家都觉得我们的这个战队 我们的成员的水平事实上并不逊于他们 你觉得待会儿这个对居比赛当中能不能战胜对手 信心是有的 但是实力上的差距可能就没有办法 大家觉得中国队有戏吗 我们来问问这个SK的几个问题 这种狙击的这种比赛 或者说这种训练 平时进行的多吗 你有问了 他还是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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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那你是你们的战队推选出来的选手 你觉得是枪法最准的吗 所以他们的四个选择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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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没有任何游戏 没有任何游戏的 好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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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 bij ok SK是被穿了一枪之后 他的反应非常的快 将立刻是击毙了对方 哇 大家鼓鼓掌好不好 现在已经是三比零了 我们也为中国队加加油 鼓鼓掌好不好 斯波我们刚才在比赛之前呢 告诉我们说呢 说他们并没有对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进行专门的训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枪法非常的准 刚才是又被穿了一枪 好了 现在是CT又赢了一局 哇 又赢了一局 已经是5比0了 我们刚才说的是11局6胜 又赢了一局 是6比0吗 好 我们被T股股掌 FIXER终于是赢了一局 CT又赢了一局 现在是8比2 好了好了好了 我们给两位选手的出色的表演鼓鼓掌 好不好 其共是11局 谁先是赢6局呢 谁就是获得胜利 结果呢我们看到 SPOR呢 刚才在赛前非常谦虚的SPOR呢 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好 接下来 对两位选手进行一下转战的采访好不好 FIXER来 我知道今天是状态不好呢 还是对方的确是发挥的太出色了 一个是状态不好 有一点原因 但是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还是对手的确太强了 的确是太强了是吧 这个第一阵败下来 你觉得待会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战队 和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实力相差很多呢 这个五个人和一个人就 可能不会一样了吧 好 FIXER说呢 五个人跟一个人肯定是不一样 我们也是为我们的中国的战队鼓鼓劲 好不好 我们来听听SPOR是怎么说的啊 那么刚才呢 在进行这个比赛之前啊 你告诉我们说呢 说你好像对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 并没有平时呢 进行更多的针对性的训练 但是让我们的玩家看到 你的枪法是非常非常准的 到底是怎么做到了这一点的呢 我是在SK战队就打的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训练四到五个小时 这点小意思还是能够应付得了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其实我了解呢 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战队 或者是我们的CS选丑 每天训练的时间呢 也是四五个小时 甚至时间会更长 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最高水平呢 这是因为在瑞典有十个顶级的战队 他们这十个战队之间每次都要不同的进行不停的比赛 这样大家就会一起都提高 但是在中国可能就是同样这种规矩水平的战队 可能会相对少一些 所以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ou play very well Thank you 好了 那么在第一回合的较量当中呢 我们的中国选手应该说是败下阵来 但是我们都知道CS游戏呢 是并不是比谁的枪法更准 谁就能够最终是获得胜利 还要比的是团队的精神 看看大家的合作怎么样 还要比的是心理素质 好了 刚才SK的队长Pody告诉我说呢 他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 其实每一个冠军对他们来说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对他个人来说呢 2001年获得的冠军头衔呢 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他所获得的第一个冠军头衔 而且在那场比赛中的对手是3D 比赛打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直到最后一局 他们才最终获得了胜利 虽然他们打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但是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环节呢 确实他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这就是男女对抗赛 那么刚才呢 我们的导演告诉我说呢 在现场呢 有很多的玩家 大家都非常想和SK呢 是比试比试 尤其呢 有很多的女玩家 接下来呢 就要从现场当中呢 请来一些女玩家 马上和SK进行一番较量 我不知道现场的女玩家 哪些打算和她们进行较量呢 举一下手好吗 勇敢一点 好好好 举手的请上来好不好 大家鼓鼓掌好不好 非常的有勇气 女玩家 女玩家无疑是玩家群体当中非常特殊的一类 虽然他们的技术也许并不是最好的 但随时可以成为人们的焦点 在国内如此 在国外也是一样 不过CS在国外女玩家中有着更高的普及度 女孩子们开始越来越多的融入到这款游戏当中 在今年的法国ESWC电子竞技世界杯中 比赛还专门为女玩家开设了CS表演项目 我认为Counter Strike是一个女孩的游戏 所以他们为女孩的游戏 我觉得是很棒 女玩家们在游戏中 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女孩 谁会说不 是一个美丽的游戏 不是一个女孩 瞧瞧他们比赛的认真劲 真可谓金国不让须眉 但是也有对美媒参赛不太认可的男性玩家 SK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SK有这样的要求 今天我们就给他们一个同场竞技的机会 看看SK在女玩家面前表现的究竟怎么样 今天我们派出的阵容是 美媒ROLA CS略有基础 美媒ROLKER 粗通CS各种技巧 美媒Angel 刚刚开始接触CS 以及美媒ERROR 有着其他射击游戏的基础 好 四位请坐 咱们为四位女孩子想想办法 我们都知道对手是世界的顶级战队 而我们的这几位勇敢的女孩 她们平时接触CS还不是特别多 其中有两个都是第一次打CS游戏 咱们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个比赛变得更加势均力敌呢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 还有什么 好像有说人数让他们要减少几个 对不对啊 这样吧 刚才那枪法特准的SPORN 咱们把它排除掉好不好 他说他不是最好 但是他特别想跟女玩家们一起比赛一下 非常想是吧 那待会打完了比赛了 他一个人跟四个人打好不好 好 行 这是待会的一个比赛啊 OK OK 那么接下来进行的这个比赛呢 四个人是不是也太多了 你跟他们解释一下 四个人分为两组好不好 每一组两个人跟四位美妹来进行比赛 而且刚才说什么来的 让他们不能使用 不能使用枪是吗 只能使刀 这好像有点过分啊 只能够使手枪 对不对 只能够使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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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他们 手榴弹也不能用 手榴弹也不能用 OK 能告诉我谁跟谁一组吗 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先赛 Hidden跟Porty是第一个准备上场 大家看一下大屏幕 我来看一下精彩的比赛 所以你们准备吗 你们准备吗 你们准备吗 所以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gam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fun The fun game Yeah The girls Some of them they play CS first time Yeah I heard So it's going to be fun So the audience said You should only use knife OK OK 他说他只用刀也能获上 要不然咱们把规矩再改一改 行不行 OK So Your teammate use only knife How about you 他说他也只用刀 好不好 We're going to get the own Hidden和Porty告诉我们说 两个人都只用刀 来和四位妹妹 来进行比赛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要提给四位妹妹吗 有让你们是手榴弹的是吧 有让你们使狙击步枪的 那么马上进行的呢 就是男女对抗赛 我们看到呢 四位女孩子已经坐在这里 做好了准备 其实呢 我们刚才呢 给即将参加比赛的 Porty跟Peter呢 已经是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不过两个人还自高奋勇的说呢 他们只用刀就能够击败 这四个女孩子 我们看看 马上进入比赛 看看他们是否能用刀 就能够获胜 接下来 看大屏幕 Hidden和Porty 由于手中没有远程射击武器 所以呢 他们只能够躲在洞口处 希望能够守株带兔 等待那些急躁的妹妹冲到洞口 他们将会有机可唱 果然有一位妹妹呢 是冲到了洞口 被两个人用刀刺死 正在两个人得意的时候 其他的妹妹迅速赶到 在双方一阵血战之后 双方都只剩下了一名成员 狡猾的Hidden选择了 从对方身后进攻 好了 第一局是 我们的警方是获得了胜利 马上进入第二局 美妹们在赢过了一场比赛之后 他们的信心更足了 Hidden和Porty 这一次想来个速战速决 Porty很快就冲到了美妹的身边 虽然她解决了一名CT 但是随后被其他的美妹击毙 2比0 按理说应该比赛结束了 我们再打一局好不好 到了第三局 Hidden和Porty 他们想象更加的被动 还没有接近 美妹战队 就被对方堵在了墙角处 一局解决掉 好了好了好了 比赛已经结束了 谁刚才说美妹取胜不了来的 三局两胜 结果呢我们的女选手表现得非常出色 三局都是获胜了 我们首先听听两位参赞选手 怎么去评价我们的女选手 Hello Porty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girls' performance I think they were really good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played You just said before the game You said you just used knife to win the game But you failed We failed They were too good Next one will be your teammates You have some suggestions I think they will use pistols I think they will use pistols So excuse m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game You are ready Yeah we're ready We will play with knife too You play with knife too Yeah How about you Playing knife too Yeah of course So You think both of you Play with knife You can win the game At least we can play better than them 他说至少他们俩用刀比他们俩要强很多 马上来看一下比赛好不好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You are ready Fizker和AHL上来之后 并没有静后等待美媒的到来 而是选择试图迂回到美媒的身后 尽管他们是成功的迂回到了美媒的身后 但是他们的行迹也是被美媒战队发现 Fizker在越过门洞的途中被美媒击毙 而AHL也是无处可藏 四面楚歌 最终被美媒战队消灭掉 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对阵 虽然SK战队是世界的顶级战队 但是呢 由于他们并没有用枪 只能够靠掩体来掩护自己 所以这样的比赛看上去更像是猫与老鼠之间的较量 而美媒们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的弱 他们稳扎稳打 看上去训练有素 而且刚刚美媒Rocker一个漂亮的headshot将AHL解决掉 不过狡猾的Fizker躲在了掩体后 用匕首偷袭成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偷袭都能够获得最后的成功 这一次则是被对方洞察了意图之后被解决掉 从前两位一样 现在Fizker和AHL前两局也是0比2 输给了美媒来看他们第三局能不能扳回一局 这样的可能性看上去真的是微乎其微 两个人现在选择了是分头作战 但是美媒们四名成员站到了一起 让对方没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他们只能够像猴子一样在门洞附近躲躲闪闪 我们看到美媒已经把Fizker堵到了墙角 他绝扬般的试图突破 美媒们糟糕的枪法居然是让他成功的逃脱掉 这个时候他的队友AHL已经被击毙 Fizker最后孤处一致冲击 好了 比分又是一个3比0啊 我在问问 before the game you said you can play better than your teammate but you fail too yeah the girls were better than we thought so the last one will be sworn so how about you suggest I suggest you play with knife too 我问他 我说在比赛之前呀 他曾经说他会比他的队友打得会更好 那么比赛中呢他又输了 他说真的这些姑娘们的表现 比他想象的要更好 我跟他说我说最后一个上党的会是Spong 他会一个人单挑四位女士 我问他建议到底是如何 他告诉我说他的建议就是Spong 也应该用刀 我们办法Spong好不好 OK so your teammate said you better only use knife yeah so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oh shit OK OK I can play with knife I can play with knife you can use a pistol you want to use that OK you can use a pistol I think so I think so OK 我们让Spong使枪好不好 止人去止手枪 OK Spong Pistol only OK 止人去止手枪 好我们来看看Spong是单挑四位 女孩子 大家给她们鼓鼓掌好不好 鼓鼓掌 So Spong are you ready Spong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准备好了 四位女士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耐心等待 一个人单挑四个人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Spong和四位美眉选手之间的较量 Spong为了保证自己有充足的子弹 因此戴上两把手枪 看其中的一把是鹰白色的沙鹰 四位美眉呢 则是经过了两轮的较量之后 他们现在配合的越发的默契 四位们一起守候在B点 Spong在通过吊桥的时候 不慎将一把手枪掉到了河里 因此他手中只剩下了一把沙鹰 美眉们已经是集体瞄准了B点的洞口 就等Spong出现 但是Spong一个很漂亮的海底道 结束了一对美眉 不过虽然损失了一位战友 但是我们看到美眉Rocker非常的勇敢 和Spong成为了一对一的较量 并且在这次跳舞当中最终获得了胜利 好了Spong是输掉了第一局的比赛 让我们来看看在第二局 他是如何来对付美眉的 Spong好像并没有改变战术 仍然是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 不过美眉面则显得要大意的多 四个人并没有站在一起 很快Spong便解决掉了 一位选手 在这之后 狡猾的Spong又换到了另外的一个赌口 静级的美眉Rocker出一场 结果被Spong精准的枪法解决掉 这样美眉战队只剩下两名成员 随后Spong又是一个很漂亮的Headshot 解决掉了一名美眉成员 这样的话又形成了一位一位 美眉Enter 这次Spong把子弹全部用光 Spong抛出了B手 咱们来看最后的决胜局 Spong怎么一下子买了一把五妖呢 他可自己答应的只能够用手枪啊 看来Spong也是玩的非常的投入 他已经忘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而且看来Spong想速战速决 在一场混战中 他解决掉了一个美眉 但是五妖终究帮不了他的忙 他最终被美眉击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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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到最后啊 虽然Spong失言了使枪了 不过还是输了 OK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irls very good they were skilled 他说姑娘们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他们的水平是非常非常的高 OK 虽然说我们的SK的战队的成员呢 是输了这一局 但是呢我想呢 我们特长我们给他提出的是非常苛刻的条件 最后我们应该用掌声 一方面呢是为我们的这些女孩子们鼓励鼓励 另外一方面呢真的是为我们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 给一些鼓励好不好 大家鼓鼓掌好不好 O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不要走开 CS全明星周末 SK和中国明星联队的精彩对决 最后马上送到 发送短信8到116006玩手机大航海 争夺璀璨石大厂 现在就发送短信8到116006开始游戏吧 发短信CS到963833加入手机CS开始战斗 发CS到963833加入手机CS 玩男人的游戏 你想成为电子竞技的顶尖高手吗 你想了解中国代表队在WCG2003总决赛的精彩表现吗 你想和世界顶级CS战队SK亲密接触吗 征战中国电子竞技角斗式实战精简 即将满足玩家们的需求 这本由我们电子竞技世界栏目和GamesBob中国联合推出的 中国第一本官方权威独家全面的电子竞技大餐即将与您见面 在这本凝聚了众多电子竞技高手心血的20万字的书中 每一位中国电子竞技代表队成员将与您畅谈 经济争霸 魔兽争霸 CS和Faber的攻略心得 你将了解一名电子竞技角斗式的成长历程 随书附赠CD和DVD光盘各一章 在DVD中你将看到专业游戏评论员为你讲解的电子竞技高手 在本次WCG中国支队训练营和本次韩国总决赛上的主视角录像实况 你还将收藏到本期即将推出的瑞典战队SK中国之情专级节目 在CD中由Esports独家录制的电子竞技训练营参赛选手比赛Demo 也将是你学习和收藏的首选 育成高手 必选征战 精品竞技大餐 本月即将推出 敬请期待 三年时间 我开始玩过三年过去 它是一个非常威风的玩法 有很多销战和有技术 有很多关键 如果我们玩过来的 当然我们们最好的 Counter Strike 这个比赛很普遍 这是一个状态的游戏 但是 这就像 在足球的球赛 不像 Dust 2地图 马上让我们来进入 这场紧张激烈的比赛 那么您现在看到的是 第六局的比赛 在前五局中 由于这个中国明星联队呢 是刚刚组合 所以说打法配合 还是比较的生疏 而这一局呢 他们也是改变了原来的打法 放弃了对B区的防守 只留Santa Stix一个人防守中门 而Santa Stix的任务 完成的非常出色 不仅是牵制住了Hiton 而且吸引了Potty的注意 这样Fixer呢 直接将Potty击毙 虽然说SK失去了 对中门的争夺 但是他们的神枪手Spaum 很快就扛着一把 打具来到了B区 Spaum果真是名不虚传啊 一枪就干掉了 刚才立功的Santa Stix 来起听到枪声以后呢 很快赶到A区 一个headshot 打倒了Spaum 真是一环扣一环啊 这样的SK战队 只剩下一名成员Fixer 而这个时候 中国明星队呢 还有三名成员 那么可以说 这局的胜算很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就是最后一名SK成员 Fixer 他在偷偷的向A区逼近 企图从背后偷袭对手 但是这个时候 中国明星队的Fixer 从小到来到A区 并且一记非常漂亮的headshot Fixer应声倒地 中国明星队获得一分 不过在上半时比赛呢 可以说SK是以10比2的 大比分领先 在下半场的前三局呢 是以两胜一负的成绩 也就是说到了第四局 他们的总比分已经到了12比3 只需再获一场胜利 就赢得了这场比赛 在这种差距之下 中国明星队只能是破釜沉舟了 而SK呢 则是打得越来越轻松 这时候呢 Hiton和AHL是逼到了中门 而Porty呢 则选择了回防中路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Sport 他非常的狡猾 并没有参与进攻 而是躲在了墙角 而这个时候呢 中国明星队的莱喜和CJ 正好是从小到来到了A区 他们并没有发现 躲在墙角的Sport 而前面的Porty也是吸引了他们 虽然他们击毙了Porty 但是并没有发现身后的Sport 这个真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啊 随后Sport又解决了 来支援的Vash 这样呢 双方都只剩下一名队员了 可是这个时候 Sport已经受伤了 所以呢 Fixster很轻易的就解决了他 这样呢 Fixster也是爆了 在之前队局中惨败给对手的 一箭直筹 随后呢 中国明星队也是越战越勇 连下四成 那么比分变成了12比8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双方 下半时第九局的比赛 SK也是越打越投入 我们看到他们选择了 比较稳妥的三二防守 三个队员也是通过人梯 来选择更好的位置 而Sport更是通过AHL 上了屋顶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Fixster来到了B洞 而Porty呢 也是来到了B区 一场交战不可避免 漂亮 Fixster一个headshot 解决掉了Porty 可以说现在B区已经被 中国明星队占领了 SK是迫不得已全面回防 这样呢 双方只好把兵力 全部集结到了B区 一场大战是迫在眉睫 这个时候Fixster来到了洞口 双方在B区展开了混战 谁将是这场混战最后的胜利者呢 一阵非常激烈的交战之后 双方各损失一名队员 双方还剩下各三名队员 可以说势均力敌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双方的位置 这个时候CJ是透过了木门 消灭掉了AHL Fixster又消灭掉了Hit 这样SK战队只剩下SPORM一个人了 而这是人数占优的CIS战队 选择了安放C4 不过这个时候Wash稍微有点急 他冲了出去和对方的SPORM是对枪 可是被SPORM给消灭掉了 Wash这个时候实在是太急了 其实人数是有优势的 不过幸好SPORM对B区并不了解 他不敢贸然出击 在这个情况下呢 CJ就是非常的有经验了 他几乎已经料定了 SPORM肯定会去拆除C4 因此他躲在了B洞里边 非常漂亮的一枪解决掉了SPORM 而这个时候中国明星队的胜势 可谓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他们把比分追到了11比12 这个时候双方将进行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 如果中国明星队颁平比分的话 双方将进入加实赛 因此呢双方是都不敢怠慢 尤其是SK 毕竟这是一支世界冠军队伍 这个时候来起是来到了A门 而他的队友呢则是前往B区 在本局里SK的战术显得是更加的稳健 这是Fizker 他躲在了箱子背后想阴人 并且慢慢的朝前移 他现在扔出了一个手雷 吸引对方在手雷的掩护下 他是消灭了CJ 真是太聪明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明星队的思路好像并不是十分的统一 他们并没有出击 而是守在了一个区域 这个时候呢 Synostix和Fizker 决定从小道前往A区 但是我们从图上看到 A区恰恰是SK重兵不防的地方 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呢 有Hiton AHL 还有非常可怕的 拿着狙击步枪的Spot 凶多吉少啊 Fizker率先冲出 但是被躲在墙后的Spot击中 虽然说来起冲出来以后是打倒了对方的Spot 但是又被对方的L打倒 这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R的点射 哎呀太精准了 真是世界级的水准啊 之后呢 R是被Wash消灭掉了 但是Wash呢 必须得面对两名SK的灵魂人物 Hiton和Porty 而Hiton和Porty是世界上公认的两名AK之王 而且他们的立体防守 的确也是非常的有威力 这场比赛Wash的胜率几乎是零啊 当然Wash在最后也并没有放弃 我们也希望Wash能够创造奇迹 让我们来屏住呼吸 看看Wash能不能在最后给我们带来惊喜 我们看双方都非常谨慎 Porty和Hiton在等着Wash 交战开始 最后呢Wash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两名世界级明星的夹击啊 结束了 大家好好鼓鼓掌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谢谢 那么马上颁发的这个礼品呢 那么接下来这个礼品呢是给今天表现的最出色的球员的一个礼品 最有价值的球员 大家说是谁 大家是 看法不一啊 来来来 我们的统计小组最后统计呢 最后获得这一奖品呢是Poti 所以这是MVP OK 谢谢 好了我想呢我们在场的这些观众 以及我们电视机线的观众呢 看了大家的精彩表演之后 肯定是有一些恋恋不舍 我想呢 SK战队能不能选一位成员 那么跟我们最后再跟我们的现场的观众 以及我们中国的玩家说一句话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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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谢谢SK战队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现 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到这里也是全部结束了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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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lect 再随忽 现场 飓 关 是 Zither Harp Zither Harp